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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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永远18岁 如果雪球可以开口说话的话 你觉得他第一句话会说什么 喵 你知道为什么要说你们吗 因为你在我心上啊 然后还有什么 你想要世界和平吗 我想要世界和你啊 分享一句最近听到的最受用的话 谦虚努力自然真诚 如果理想情吃了你做的饭 最有可能发生什么 没有理想情 感动到哭吧 太咸了 是不是咸哭的吗 我不是很会做饭其实 就是会做的也很局限 我看到粉丝说你会抱脚子 我不会抱脚子 就是他们在讽刺我 如果有偶像剧找你也难住 你觉得最有可能是什么类型的剧 刚开始叛逆一点 然后到后面 实现了梦想 好像演了自己 就是有小时候叛逆过嘛 可能也叛逆的会好一点 你觉得人生开心点了还是必须要有所追求 我觉得两个都不冲突 我觉得一定要开心 人生一定要开心 但也一定要有追求 完全可以开心的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 咬出五个粉丝提问 直接倒出来了五个 这个楼想问陈胜最崇拜的女艺人 偶像是谁呀 国内国外 国外都可以 国内的话 那孩子也是我们的唱跳前辈蔡逸宗老师 对 然后像国外的话 罗老师给我们奶奶粉 奶奶粉 罗老师给我们奶奶粉的广场舞增加点动作吧 王沈亿手帐一批加油 谢谢 然后广场舞的话 我觉得就是可以 也是我专辑里面的一个小动作 大阁夜宫彩虹中的一个小动作 我们的手呢 就是一直往上走 往斜上45度 然后就 一边做这动作一边 往后退 然后往左走走 往右走走 然后这种感觉 想问陈胜最喜欢的书和电影是什么 这个书之前就有讲过 有一本书在我小时候影响我很深 那就是创编的小痘痘 然后电影呢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看电影的人 很像那些超级英雄电影 不管漫威还是DC的 我都会很喜欢看 也喜欢我们国内 国内导演 姜文老师的戏 很帅 非常帅 如果可以跟雪球沟通的话 就想对雪球说的三句话是什么 滚尿盆热血 别管尿床 别再尿床了 就它很奇怪 就有些时候猫沙明明铲得很干很干净 它拉在外边 它不尿在外边真是好的 它有些时候拉在外边 就很很难受 然后希望听话一点 第二点就是 别咬人 我摸你 你不开心的时候 你可以跑 你别咬我 第三句话 就是在等等 等爸爸挣到钱 给你找个伴 可能爸爸他工作太忙了 没有时间陪你 然后不要怪爸爸 我爱雪球 新一批里有开车的画面 想问现实生活中 晨晨有驾照了吗 晨晨没有驾照 我只考过了科医 晨晨勇敢逸选三个 晨晨答错会有惩罚 那我就先来个勇敢吧 男友力必动 稍后播出 我选第三个 大家不知道 但是你们关系很好的 圈内好友是 大家不知道 但是你们关系很好的 圈内好友是 第一BGM一定要在吗 感觉很像那个啥一样 我觉得是 boy sorry 干嘛 就是里面的大宝 假大宝 是我的小粉丝 小迷弟 然后就是 因为有机会 也加大了他们联系方式 然后四个一下也都会聊 他很喜欢五条五嘛 曾经有过跟他们一起的拍摄 弟弟们人真的很好很好 那我们因为这个震动 最待会就会有个惩罚 哼 好你先再撕下一个呗 勇敢吧勇敢吧 就这个吧 用可爱滤镜自拍一张 并用粉丝语气 对这张自拍 吹一段 彩虹屁 我卖蒙不了 咋拍咋不蒙这个 来一次 我们惩罚就是带死一个人 哎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这个这个里边他是 怎么着 我觉得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来哈 给新一批任意一首歌 安排一小段即兴舞蹈 来就是有一个有小段 夜空中彩虹 就是手有一个右左倾 对的感觉 对就是 夜空中的彩虹 避冬时间 再见 可以听完吗 没用心啊 没用心我唱给你听一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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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空中的最后 beautiful nigh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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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